眼前这名男子不仅称得上云南狠人 更称得上国家级狠人 曾经的他在除夕当天用十分钟时间 残忍杀害两家人 造成了六死三伤 花家老人 稚嫩孩童均为幸免于难 为了抓住他 警方出动了一千多名武警 五万多名人民群众 一百多条警犬 甚至还有武装直升机 可这一切 只是因为有人欺负他的老婆 天黑了 吕宝们 集合了 腾冲130特大杀人案 为您献上 精彩在最后 别忘点关注 时间 2014年1月30日 农历除夕 地点 云南省腾冲县庆口村 这天原本是个合家团聚 喜庆祥和的日子 可在庆口村却显得格外悲凉 当天下午 该村两个家庭先后遭遇了灭门之灾 从此我们是万万羡慕的 也没有听手工 也没有看到过能力 就是感觉在电视里面 像羡慕的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都是羡慕 而且是属于经济理事 据目击者称 犯罪嫌疑人 就是本村村民邵宗旗 此时的邵宗旗 携带一把冲锋枪 驾驶一辆绿色吉普车 逃离现场 去向不明 警方接警后 立马展开对邵宗旗的全程围捕 然而 最令警方担心的是 案发地庆口村 距中缅边境只有30公里 如果邵宗旗越过边境逃往缅甸 那么接下来的追捕工作 就会功亏一会 为了将邵宗旗阻挡在境内 云南警方立即启动 侦破特大刑事案件应急预案 首先确保受伤人员得到及时救治 安抚受害家属的机动情绪 同时对犯罪嫌疑人邵宗旗展开全程围捕 据了解 庆口村是邵室宗族的聚居地 全组38户人家都庆上 犯罪嫌疑人邵宗旗和死者邵宗平 邵宗华是唐兄弟关系 三人从小光着屁股长大 感情甚好 就连他们盖的房屋相隔还不到30米 可为何会在除夕当天 邵宗旗要将两个唐哥及全家杀害呢 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哪些不可修复的矛盾 在对邵宗旗进行围捕的同时 侦察员对现场也进行了勘察 犯罪嫌疑人邵宗旗先后开了24枪 其中18枪射中了6名死者 4枪击中3名伤者 还有两枪打工 其中邵宗华的家是第一个被枪击的目标 邵宗华的父亲和妻子当场身亡 女儿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邵宗旗的第二个目标是邵宗平 枪案当天 邵宗平一家四口不幸全部遗难 通过对现场的弹道痕迹分析 警方还原了邵宗旗作案时的情景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人就是 邵宗平的设计是所处的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当时这个邵宗平所做的位置 当时进来和这个邵宗平应该跟这个邵宗平是面对面的设计 三枪的位置都是集中的这个设计 案发是邵宗平八岁的小儿子正在卫生间里 本可以躲过一劫的他最终还是没能逃出邵宗旗的枪口 在除夕当天作案 看样子 邵宗旗有过精心的准备 这天家家户户都在团圆 很少有人串门 家家户户都在放鞭炮 鞭炮声也可以掩盖罪恶的枪声 从现场遗留的弹头弹壳来看 邵宗旗使用的是杀伤力极大的防五十六式冲锋枪 这让警方感到万分震惊 这种枪邵宗旗从何而来 他身上是否还有其他武器呢 现在主要任务就是将邵宗旗抓捕归案 首先警方把县城的入口堵住 因为此时已经是腾冲旅游旺季 上万名外地游客在县城过年 他们不可能让邵宗旗这个恶魔逃到县城 不然引发的后果将不开设想 同时警方对邵宗旗可能要逃跑的路线进行了研判 他们推断出 此时的邵宗旗应该没逃多远 应该就在某一座山林中 同时负责摸牌走访的侦察员 传回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在枪击案发生的半年前 邵宗旗和自己的妻子在打离婚官司 原因是在多年前邵宗华和邵宗平 曾经跟邵宗旗的妻子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更为吃惊的是 邵宗旗扬言要杀害报复和妻子有染的第三个男人 得知这个消息后 警方调配了18名警力赶往男子所在村永兴村 对该男子全家进行了24小时监控保护 在永兴村的走访中 警方又获取到一条关键性的线索 据当地村民回忆 在案发当天下午 他看到一辆可疑的绿色吉普车 往永兴村大山里挤持而去 这条线索证实了邵宗旗要来杀害永兴村的第三家人的推断 可时间充足的邵宗旗为何没将这第三家人杀害呢 难道此时的他良心发现了吗 在通过对现场环境和目击者的描述分析后 警方判断邵宗旗没有足够的时间逃往境外 此时的他就在永兴村的周边 随即警方确立了以车找人 以人找枪的工作思路 腾冲县的国土面积有一千多平方公里 辖区内山高林立 地形复杂 一道天然的屏障 给警方的搜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面对复杂的地形环境 警方调来一千余名民警 武警 辩防官兵 同时还得到七万余名群众的支持 大家一起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行动 同时为了更好的配合地面搜捕 警方还调来了武装直升机 由于邵宗奇对当地环境极其了解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警方并没有发现邵宗奇的身影 可细心的搜捕队员 还是在地上发现了一条若隐若现的车轮印 经过追踪 警方在一片树林中发现了犯罪嫌疑人丢弃的绿色吉普车 此时的发动机还是热的 这就说明邵宗奇还没走远 就应该还在这周边 当搜捕行动来到第四天的时候 有群众举报 邵宗奇躲藏在他的亲戚家中 听到这个好消息 警方对目标房屋实现了层层包围的武装封锁 然后又把里面的群众全部疏散出来 同时外围部控大量狙击手 当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 警方对邵宗奇实施了抓捕 抓捕全程 少宗奇并没有持枪拒捕 从这点可以看出 他并不是一个乱杀无辜的人 根本想不到 小宗奇这个人平时很好 他是非常温重的人 不想是 可以做出这个独立心 可他的性情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又是何事让他对两堂哥家痛下杀手 皮裤套棉裤 我来说缘故 据知情人反映 少宗奇是个老实本分又能干的人 而且为人和善 从没有和人发生过矛盾 九几年就通过努力买了一辆大货车跑运输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成为了村里首富 家里的房子也是全村最漂亮的 二十岁那年 赵宗奇和刘品红通过自由恋爱结了婚 十多年来 夫妻恩爱 家境殷实 这让全村人羡慕不已 可美好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 在2013年6月17日 在外跑运输的少宗奇 突然听到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村子里流传出妻子刘品红 给他戴了几顶绿帽子 在少宗奇的一再追问下 妻子刘品红向他道出了被少宗话 少宗凭两兄弟欺负侵害的事实 一开始 少宗奇看着对方是自己的堂兄弟 就打算忍气吞声算了 可换来的全是对方的肆无忌惮 慢慢的 少宗奇觉得这不光是对妻子的侮辱 而是对他整个家庭的侮辱 少宗奇多次上门向两位堂哥讨要说法 可对方根本不承认 直到2013年7月20日 村委会介入调解 两人才当着村干部的面 承认了侵害刘品红的事实 但两人一口咬定是刘品红自愿的 最终调解的结果 只是两人写了一份保证书 保证以后不再和刘品红发生关系 这样的处理方式 让少宗奇无法接受 于是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少宗华 少宗平两人必须给自己赔偿20万精神损失费 同时还要让两人的妻子和他过一个月 这件事就算是扯平了 少宗华 少宗平面对这种处理方式 肯定不会愿意 他们随即否认了侵害刘品红的事实 现在自己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 心中的怨气无法疏解 自此之后 少宗奇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他卖掉大火车 不再忙碌奔波 而是整日在家打麻将 消磨时间 直到2013年9月 少宗奇以19000元的价格 在缅甸购买一把冲锋枪和78子弹 从未使用过枪支的少宗奇 开始秘密地在大山中练习射击 2013年11月 他又购买了一辆便于走山路的吉普车 他打算用自己的方式消除心中怨恨 除夕当天 仅仅不到十分钟 少宗奇完成了预谋半年之久的杀人计划 做完之后 少宗奇立刻驱车前往最后一个目标 可想着这个男子是外婆家那边的亲戚 如果把他杀了 以后自己的母亲回娘家都没勇气 为了让年迈的父母有个养老的地方 最终少宗奇放弃了对第三家人的复仇计划 少宗奇原本可以通过法律手段为自己讨来功道 可极端的他走向了犯罪道路 他不仅伤害了受害人几家人 同时也伤害了自己的家人 案发后 少宗奇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村子 而少宗奇最后也只会得到一颗善良的花生米